大家好,我是呼呼 红米前几天推出了自己的Redmi G游戏本 我们不浪费时间直奔主题 它一共有三个配置,如图 最高的也才使用了1650Ti的显卡 所以可以说这个是定位比较低端的游戏本 主要区别在于CPU和屏幕的刷新率 在这三款里面其实这两个高配版并不特别 我对这个低配版更感兴趣 主要原因第一个是它的售价足够低 第二是它最高只有1650Ti的显卡 相比1650提升比较小 并且144Hz的屏幕对于这种比较低端的显卡来说 用处并没有想象到那么大 因为很多游戏根本都跑不了这么高的帧率 第三就是它使用了一颗之前没有见过的10200H的处理器 因此我购买的是这个低配的版本来为大家做测试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 没错,你没有听错,先总结 我们先来说最重要的点 第一是这个Redmi G使用的是16寸的屏幕 比一般的游戏本的15.6寸稍大 并且这块屏幕的素质很棒 实测它的色域覆盖为97.5%的sRGB 色准表现非常的好 我估计是出厂经过了较色 毕竟从手机产品可以看出小米今年非常重视屏幕色准这一块的表现 第二是10200H这颗处理器 其实就是去年的9300H改了个名字 从跑分的成绩上来看 也就差不多和低压版的i5-10210U是同一水平的 和锐龙版的4000系列有比较大的差距 所以其实从配置上来看 买这个笔记本主要还是为了1650这块显卡 它的跑分相比轻薄本常见的独显 MX350以及锐龙版的集成显卡都要强不少 主流的网游自不必说 也可以通过降低画质应对大部分的大型3D游戏 第三是它的性能释放和散热虽然不算特别出众 但也绝对不拉垮 总之就是属于主流的水平 所以这点不需要担心 实际测试 室温23度的环境下 单烤成绩为47W 双烤成绩为45加50W 核心温度和键盘表面的温度也都比较正常 噪音也比较小 而它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重量比较重 实测有2.5公斤 适配器的体积也很大 重量是666克 与同价位的其他热门型号做个对比 R7000的重量是2.3千克 适配器是523克 暗影骑士琴的重量为2.13千克 适配器重量为453克 那么这款电脑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以及我会有什么样的购买建议 刚才我们说了 这款电脑的CPU性能并不强 所以买它主要是买显卡 而它适合的人群呢 显然就是性价比档 对于价格比较敏感 有一定的游戏需求 但是呢 对游戏体验也没有那么挑剔 否则呢 还是尽量选择拥有2060显卡的游戏本 正如开头所说的 我会更推荐低配版 中高配版的呢 并不是不好 也不是价格虚高 而是并不特别 还有不少其他的选择 而低配版的价格优势很吸引人 并且呢 这个定价还会让我不禁的期待 如果呢 之后出一个锐容版的 是否价格还能进一步的降低 比如呢 要是能以不到4500元的价格 就买到这样的游戏本 那显然呢 还是吸引力很大的 那么重要的点呢 基本上就说完了 如果你只是考虑 是否应该购买这款电脑 那么看到这里呢 基本上也就可以了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细节 和一些并不会严重影响购买决策的点 可以继续往下看 外观方面 A面是这样的机甲风格的设计 至于好不好看 这个事情呢 太过主观 大家还是自己感受吧 当然材质是塑料的 很多人会吐槽塑料这个点啊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没必要 这个价位的热门机型 什么R7000啊 暗影骑士琴啊 谁不是塑料的呢 B面这个大下巴 真的 看图呢 可能感觉还没有那么强烈 但确实是我见过最大的下巴了 摄像头的位置呢 虽然也比较可怕 但是呢 我是不会太在意的 感觉也很少有人真的会用它 毕竟呢 很多笔记本甚至都取消了摄像头 C面有背光键盘 布局有亮点 也有槽点 这里呢 首先表扬的是 它终于没有使用 像小米游戏本那样 反人类的设计 至少字母键的排列是正常的 这个空格键的设计呢 比较像ROG的本子 方向键也是全尺寸的 也有小键盘 这些呢 都是值得点赞的 但是呢 这个小键盘的布局 右边的少了一排 导致回车键 加减乘除的位置呢 都和我们平时用的不太一样 可能会有点别扭 不过呢 也总比没有强了 毕竟呢 大部分人用小键盘 还是主要用来输入数字 而不是拿来当做计算器的 然后呢 是键盘的手感 感觉呢 回弹有点差 打字有点像 这个键盘粘在了C面上 当然了 也不是说不能用啊 尤其是对于像我这种 用惯了MacBook的人来说 还真没有什么键盘 是不可以接受的 接口上 分别是左边的USB2.0 和耳机接口 右侧的是两个USB3.1接口 和一个Type-C接口 背面是网线 迷你DP HDMI 和电源接口 很多人在夸这个笔记本的接口多 但是呢 我感觉啊 其实这个迷你DP接口呢 使用的频率并不高 也没有人会真的外接三台显示器来使用 所以呢 我觉得它的接口其实挺普通的 如果能够换成读卡器的话 还是值得吹一下的 性能方面 刚才呢 提到了它的CPU跑分不高 简单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吧 R15 767分 单核149分 这里要说一下 确实存在像猪王说的那种情况 没有PR2时间 简单来说呢 就是这台电脑没有爆发力 就是一直按照最稳的状态来运行的 所以呢 它的15轮跑分成绩 基本上没有变化 R20跑分 1933分 单核378分 这里简单说一下 我的这台的跑分成绩和双烤成绩都没有熊猫测出来的高 而且呢温度噪音上面其实看起来还是有一定余量的 所以呢 有可能是设置问题 也有可能是误差比较大 但是呢 我也不想深究去挖它的极限 毕竟呢 大部分人都是买来在默认状态下使用的 所以大家只需要知道 我和它测出来的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就可以了 显卡方面 3DMark Time Spy 总分3594 显卡得分3481 正如刚才所说的 这个呢 才是它领先于轻薄本最明显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选择它 而不是选择轻薄本的理由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需求 Time Spy压力测试 98.8% 非常稳定的跑完了 接下来是游戏实测部分 英雄联盟 最高画质 对线状态大约是150帧左右 守望先锋最高画质 训练场大约是80帧左右 CSGO全高画质 沙漠斐基地大约是180到220帧左右 吃鸡最高画质在训练场大约是65帧左右 古墓丽影最高测试的基准测试是48帧 拆机方面 上方的脚垫下面呢 隐藏了一颗螺丝 当然呢 这个脚垫并不是用胶粘上去的 而是卡扣 所以拆开也可以无损的放回去 这个呢 还是做的比较好的细节 双风扇三热管 四个出风口 但是呢 扇业密度比较低 硬盘是群联的 跑分成绩如图 旁边呢 还给了一个额外的M.2固态硬盘位 无线网卡是英特尔的AX201 支持WiFi6 这个呢 也算是个加分项 电池是55Wh的 11的续航测试 节电模式下 最高亮度 音量50% 网页观看视频 一小时 耗电约21% 再来补充一些其他方面 在软件方面呢 小米的这个控制中心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只能够看一些频率啊 风扇啊 温度等信息 然后小米 还有一个小米护传的功能 如果有小米 或者是护传联盟的手机 可以比较方便的传输文件 但仅限于此 跟华为的多频协同 使用体验上呢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那其实我们就简单的说下 我们手里的这一台 这个最推荐的低配版 CPU是去年9代的马甲 显卡也是去年的 所以呢 严格来说 这其实就是一台去年的电脑 只不过发售时间比较晚 之前看过视频的小伙伴呢 可能会发现 我很少会推荐老的型号 并不是因为老型号 即便价格降低了 也不值得买 而是因为对于新手来说 买老型号会有比较大的风险 容易踩坑 所以呢 小米这样做 其实也是个不错的卖货方案 让你以尽量低的价格 获得一个不错的产品 并且呢 不会有那么多的坑 毕竟呢 它表面上来看 还是一款新产品嘛 当然了 这款电脑呢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独特的优势 所以呢 价格高低 可以说就是它最重要的购买依据 好了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够对大家的购机选择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关注我 还有点赞三连 打开铃铛什么的都可以 也欢迎来各大平台关注我 ID都是BUNGOU2呼呼 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